我是邱慶林,台灣屏東縣人 在團妹夜奮鬥了16年 八年在台灣,八年在大陸 在大陸發展的這千年 我走過長沙、福州、杭州、上海 最大的收穫就是我的太太 和我們在福州的家 2016年,我去了上海發展 但是,700多公里的距離並沒有阻隔我們 2018年10月,我們正式成為了一對兩岸夫妻 我們的家人也越來越親密 成為了真正的兩岸一家人 兩岸的青年們,大家好 我是邱慶林 來自台灣的屏東縣 我同時也是福州的女婿 其實我從事媒體行業有16年 八年在台灣,八年在大陸 其實我來到大陸這麼多年 其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 遇見了我的太太,梁乃馨 太太,請上台 請大家熱烈掌聲,謝謝 大家好,我是邱太太,梁乃馨 我剛剛我先生其實沒有提到的一點是 其實我們兩個人是同行 我們兩個都是做節目的導演 那之前在我們兩個其實都是單身的時候 有親戚啊朋友問起說 你們對未來的另一半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堅定的說 絕對絕對不找同行 然後現在就是被打臉了 老婆我覺得是幸福的被打臉 好吧好吧,幸福的打臉 但是其實我們一開始並沒有那麼順利 是蠻波折的 是的,其實我們那時候是 同事是不太熟悉 然後後來就是做了一檔大陸的公路的真人秀 後來就是分成同一組 後來就是慢慢的是有了感情 然後但是呢,在同事之間是不知道的 是,因為我是一個處女座 然後我天性就是比較謹慎小心的那一種 我會覺得兩個人的感情不應該要影響到工作 尤其是我覺得我是大陸人,她是台灣人 我們可能會對未來的想法也好啊 或者是文化上的差異也好 會有一些的不一樣 然後呢我覺得還是低調一點比較好 事實證明也確實是有差異的 因為我們在交往一開始的時候 我甚至都看不太懂她發給我的微信是什麼意思 你還說我不是你喜歡的那一類型呢 怎麼記仇的嘛 其實說真的,的確是有一點的文化的差異 比如說我第一次上淘寶的時候 我覺得挺嚇人的 為什麼要叫我親愛的 然後在公司的同事也會叫我親愛的 所以我聽到我都會很害羞 親愛的 老婆妳可以這樣叫我可以 沒問題 對,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兩年 我們從不太熟悉 然後慢慢的認識 然後有了感情的基礎 然後接著呢 我在上海有了新的工作的機會 對 是,這個事情其實並沒有現在講起來這麼輕描淡寫 對於我來講就是 好不容易地下鏈結束了 可以浮出水滅了 沒有想到迎來了新的副本 難度升級了 變成了異地鏈 是的 對,然後這個車票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這幾年 往返兩個人的城市之間 去看望對方的時候 留下來的這些車票的一部分 是的 其實我每當看到這個照片 我真的很感謝我的老婆 老婆妳辛苦了 真的,謝謝 其實我覺得在大陸打拼這麼多年 其實我就是想要在這邊 尋找一個家的感覺 一個家的溫暖,一個避風港 其實我覺得看到很多的兩岸的青年 來到大陸創業就業 但是我比較慶幸的一點 我不僅來創業就業 我也來成家領業 所以謝謝福州的家人 謝謝福州 對於我來說的話 我也很感激我們在台灣的家人 因為不管是在我們結婚啊 還是交往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給了我們非常大的支持和包容 我們有組織過兩次很大型的家庭聚會 一次是台灣的家人來到大陸 來到福州遊玩 還有一次是在我們去年結婚之前 大陸這邊的一家七口人 一起去到台灣 遊玩了一圈之後 再來參加我們在屏東的婚禮 那講到在屏東的婚禮 其實很特別,很傳統 是的 因為在屏東縣 我家是在常治鄉 比較小的鄉鎮 所以比較傳統 所以的話在現場有樂隊啊 然後還有鄉長藝員都過來支持 是 然後因為我大陸的家人 對於這樣的習俗太好奇了 然後全程不停地在拍照 拍樂隊 拍鄉長 沒有人拍新娘 然後以至於我回來的時候 天啊 沒有辦法把朋友圈沒有照片 是 其實在福州的婚禮也是相當的特別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人都是做導演的嘛 然後我也想要就是想要做一個求婚 然後我就想要說如何不讓我的老婆知道 於是我就是想到一個的辦法 是我們今天有把這個求婚VCR的經典版帶到現場 然後可以讓大家見笑一下 喂,剛剛有人跟我吵架 有人說我都沒有求婚 他在家裡偷偷地嫁了五個氣味 沒有買婚戒 剛剛就有人在那邊哭哭哭啊 在我之前把我的戒指借為良好了 借為良好了 然後等他回去的時候 又不停地給我發戒指 我就會問說這個好看嗎 那個好看嗎 那我是不是會有這種想法 你講得都哭了 拿了 來 我送給你的一道菜 我想要等你 就是媽媽在 而是我在下地球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我也是最著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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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我每次看完這個的影片我都會不好意思 然後我 然後我 老婆的媽媽 也 也 也在現場 謝謝媽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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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去年的婚禮的現場 其實我們也有放這個的影片 其實也是現場哭了很多人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是 但是在這個結婚之後呢 我們兩家人就越來越親近了 我覺得不僅僅是我們兩個人 更是我們兩家人都相愛了 其實我們在一起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身邊其實也有很多的 兩岸的情侶啊 兩岸的夫妻這樣子的 他們也都各有各的幸福 並沒有受到任何距離也好 任何因素的影響 所以我想要說的 愛是無法被阻擋的 所以我是希望兩岸的青年 來這邊工作創業之外 努力的大膽的追求你們的幸福 願兩岸有情人終成眷屬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說得太好了 兩岸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們再次用掌聲祝福 這幸福的少兩口好不好 謝謝 恩愛一生一世 謝謝 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 精彩精彩